反正外面也正在下雨 是的 OK 8套也不記得 聽8套也不記得 聽聽 你要考過我就不記得 對 對 對 OK 按一下 他Load到就行了 不過我是最寫的那些 之前五個書 8套過10年 哇 那些呢 通常跟人說 哎呀呀你找了書沒有 你試一下 今年 我沒有 但是你RCT好像不是突然 你們這樣欺負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好像一向不是這麼欺負 好像突然間一月就欺負 那我也要欺負一點 對 人家滿分 還滿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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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按到了 這部電腦鬼馬 四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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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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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終於看到了 不要吵 你不要哭 不要不開心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怎麼都有 這麼厲害 好 那之後呢 就開波了 但是開波之前呢 就 我們假裝溫一溫書 因為這一版 一定要 阿John一定要知道 你 你有份 你隨便抄一抄 因為呢 有些字眼 就怎樣都要先說 但是是什麼呢 記得我們現在說 是 有 你有 不會沒有的 是 新行我沒有 你也沒有 這個新行有 你也會有 應該有 這部電腦 是 Epson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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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風 打風 都不想 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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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 他們這麼厲害 這個打風 這麼厲害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 他上黑雨 但是 誰知 那個 都夠溫柔 向北斎 有一點 炒不正 他如果炒正 我應該會很大 但好像炒不正 好像就 吃得追分 就沒有 之前說的 mechanics 可能會看不明白 如果小Dex 可以配合到之前的影片 就會有 因為這支影片 有時候可能會 不齊 或者沒有game glitch 可能會沒有 請 Yeah Thank you GoGoGo 那我來了 就是 首先 我們剛才說 Waver 有些名詞 一定要知道 不知道的話 就肯定不知道 我正在說 一個Waver 我們要描述 這個Waver 就有五大汗 就是你第二版 看到五大汗 這五大汗是什麼 就是M的條 M的條 我們用A去表示 A 然後就是 記住它什麼呢 就是它 一顆子 OK 動了幾多 OK 在Equilibrium 動了幾多 那個才叫做Amblative 就不是說它那時候是幾多 例如 上次說 為什麼這裡有什麼 S1 S2 S3 S4 現在我當這裡有幾個點 我現在當這裡有四個點 點1 點2 點3 點4 你就可以問 我可以問他什麼 就是問 點1 2 3 4 各自的amplitude 是幾多呢 就應該都是一樣的 都是A OK 就是這個Case裡面 Point Point 1 2 3 4 的amplitude OK 應該都是A OK 但是呢 它們各自的displacement S呢 就可以有什麼呢 咦 A現在動得很多 離開那條去線 動得很多 之後呢 一號仔 一號仔離開的線 動了很多 二號仔 就動得少些 另一個方向 三號仔 再動多些 另一個方向 四號仔 跟一號仔 動的量一樣 但是方向不同 它們會各自有 S1 S2 S3 還有S4 記得amplitude 是share的 只是這顆子 它現在這一刻 動得很少 但是它總會有一刻 動得很多 是不是 因為它的Wave 那顆子總會有一刻 動得很多 這樣 它可以回到它原本的位置 但是它之後又會動 但是這個 最高最低 隨意 OK 在平衡位置 計算上去 這個我們叫做A 好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些Wave 其實我們經常說 Wave 這些是 我們不斷說一些 重複性的 OK 一些periodic的 這些periodic的 我們有兩個角度看 這兩個角度就是 你可以用時間去看 它是periodic的 OK 就是它可能每隔兩秒 它就會重複 我們說了一個period 我說了第三個 不小心 第三個period 就是什麼呢 它在一個時間上 多久重複一次 時間上多久重複一次 時間上多久重複一次 就是這個 這個外界代入點 它會讓它 這個波令它向上動 又向下動 又向上動 又向下動 那麼它向上 然後向下 再上回原本的位置 我們就叫做一個周期 OK 一個cycle 一個cycle 我們叫做一個period 一個周期 這是時間上 什麼時候重複 這個就對了 時間 對應的就是空間 空間 空間 空間的話 都會可以重複 空間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條 繩 有個波 之後就拍照 拍照 之後就看到這幅圖 你看到這幅圖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wave 好像是在重複 好像有個樣子 不斷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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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重複一次 要多長呢 我們就叫wave length 波長 就是空間上來講 什麼時候重複 其實這三樣東西已經是 真真正正正 解定一個wave 這三樣東西 已經定死了 一個wave 只取決於 emptive waving 和peering 暫時來說 應該是 另外 你會發現 剛才說五樣 五樣 就是這三樣 會引伸到另外兩樣東西出來 第一 要frequency 其實反而是比較熟 剛才我講 他每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兩秒 一個cycle 兩秒一個cycle 我可以說 原來他是 一秒可以走到半個cycle 兩秒 一個cycle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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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cycle 二 一 二 一 一秒 一秒走半個cycle 就會說 他的頻率就是0.5hz 不是有頻率 所以你就發覺 現在有些公式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說他兩秒重複一次 即是說他一秒可以走到半個cycle 我們叫這個關係就是倒數 沒有啦 那你計算機一定欠過 那你計算機一定欠過 這裏沒有的 是嗎 拍機嗎 不是 是因為這部東西是虧的 因為這部東西不是太好 這裏有沒有 有 有 哪裏 另一邊 是嗎 我看不到 是 對 是 白雞馬 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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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這部也有 在另一邊 對 這就是倒數 receptible 對 對 但是那部比較虧 感覺上好像現在那些比較厲害 對 不過不要緊 對 總之就是 你一秒可以 不是 兩秒才震一次 或者一秒震半次 這個關係就是倒數關係 那就多了一個公式 所以就開始要習慣有一個大T 有一個世界F 最後就是 你根據他剛才我們所說的那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那個性質 現在我們就說 他兩秒 我當了 兩秒 秒 我還想一秒 兩秒 兩秒 一個cycle OK 兩秒一個cycle OK 兩秒一個cycle 這樣的話 然後他每個cycle OK 就是用wavelength來介入 我這次說他的wavelength是半米 沒有一米 算了 一米 OK 即是完整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 我叫做Wave Form 這裏是一米 一米 是吧 這裏你會看到 過半個Wave Form 就是1.5米 是吧 那 現在我說他 每兩秒 他可以 double自己一次 那這個wave正在走的 是吧 這個wave正在走的 OK 他每兩秒可以double自己一次 即是旁邊的格 這樣 兩秒 一秒 兩秒 是吧 即是他其實 會double一次 就是一米的長度 他每兩秒 double自己一次 即是一秒之後他走了多遠 一秒兩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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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波就會有一個速度,就是V 所以這個速度是什麼呢?其實應該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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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法T 然後就是Lambda 這樣 對,沒事沒事 所以就可以用它的什麼呢? 因為速率是等於距離隨時間 速率也是距離隨時間 那你就可以有這個 1米,2米向前走這個 但是通常你不會看到任何書這麼寫的 因為我們知道1 over T 是等於F 那這條公式我們就會寫得更帥 就叫做FLambda VFLambda 你就不斷聽你的老師說 VF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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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師不見了? 不是,那條公式不見了 喂,喂,喂,喂 不要不見了 是的 那就是 這個我們平時 我們應該在CBUS 上面叫做Wave Equation 因為 是的 不是應該 是真的 是的 這個就叫Wave Equation 就是這樣 沒有了 之前的東西大概是這樣 就是開始說了 後一版 就說到這些波可以是 Transverse Wave 就是這樣 你看到平時那些水波那些 就是Transverse Wave 另外就是一個叫做Londitudinal Wave 就是星波 就是這樣 那些粒子 現在 那些粒子是上下動 然後那些波是向前走 我們就叫做Transverse Wave 然後那些粒子是前後動 波也繼續向前走 這就叫做Londitudinal Wave 沒有了 那之後就去到後面 應該沒事了 希望 今次 今次 過來都還沒事 下次過來 應該就聽不懂了 完全知知的 OK 那之後搞定了 之後再學多一點有關Londitudinal Wave的名詞 那些 那些 我們就做到 我們上次就說到第四頁的Boy 是的 第四頁的Boy 好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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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第四頁的 之後就多一點 我說快一點 算了 我可以再印下一份 因為這些全部都沒有話說 真的介紹 我馬上說 有些什麼你們覺得不清楚 我才再說 大家想說 Motion of the Particles 剛剛已經說了 The Particles at Crust or Trough Moment through are at rest 剛才上次說過 就是說 粒子 在波路陣 它向上動 再向下動 再向上動 那就是它 它由向上動 去到 向下動 正V變成負V 就一定要經過 V對0 OK 它一定要經過V等於0 V等於0 OK 就這樣 然後 The Direction of motion of the Particles can be found out by considering the waveform after a short period the interval 上次玩過 現在的波 這個波 向右走 我想問一下 這粒子 是向上 左 下 還是右 上次有上課的同學答過 現在這個波 現在這個波 是向右走的 OK 這個波是向右走的 我想問一下這個粒子A OK 它現在 現在 是正在 向下走 向上走 向左 還是向右走 走 向左走 向右走 向下走 向上走 向上走 搞定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怎樣知道粒子 死了 向左還是上下左右 哪邊走呢 就是這個波是向右走的 那你就可以畫它 0.0000001秒之後 那個波會變了哪裏 那藍色這條線呢 不要 藍色看不到 那紅色這條線 代表0.001秒之後 那個波應該就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看得出來 0.001秒之後 那個波應該向右走 有一點點 那如果你要達成這個條件的話 A呢 要不就向右走 對嗎 或者A呢 就向上走 那吧 因為我們知道 Wave是不會把這些物質 真真正正動走的 它不會真的推走了那些物質 它只會令物質在圓位不斷震 OK 它只會令物質在圓位不斷震 OK 所以你就知道 A呢 一定要向上走 去撕那個Wave OK 就是說 我考慮0.00001秒之後 它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樣 這就是方法 以及解答 這樣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順便了 那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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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有個Wave在向右走 就是Figura shows the waveform at a certain instant 就說 現在有個波 我現在撕查 拍照 就會拍到這張照 因為有條聰明波 它本身震得很快 但是你有個快門夠快的相機 一拍撕查 它就會是這樣的 那這個樣子之後 就問了 OK 它也導致你做 scatch the waveform at a short period sort time after this instant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 這個波如果向右走的話 就說過了0.001秒 它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我也說過了 過了0.001秒之後 這個波就向右走了一點 所以你就按照版主板 向右滑一個就可以了 好 真的嗎 這樣也幫不了 技術問題 我跟你們說而已 紅色那條應該是看得出 這個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好 然後大家記住一個個案 就發覺D D是不是向上走 在這個圖來講D是向上走的 但是根據我們 其實這條線 我這條線 紅色那條線 是不是真真正正正 代表了這個波過 極極極短時間之後的樣子 不是的 是差一點點的 我畫多了 是不是 我畫多了 因為我要肉眼看到 如果不是怪 你就會畫一個 向右偏了 無限小的波 是不是 之前我們說了 微跡分析的東西 所以 其實這條線 其實應該很貼 所以最後就是什麼 總之背了這四個點 是不動的就算了 總之就是在頂上 OK 直接背了它是不動就算了 因為這裏有一個錯覺 你會覺得 它好像向上動 有些好像向下動 不是 它想的 但是還沒有動 OK 它想的 即是說 我們看得到它之後 會向哪一邊 對 但是就除了這四點 對 這四點我們要記住 它是在 rest 不是 我要記住 這個 就是 粒粒子要向上動 然後它下一個半秒 要向下動 它又要向上 要向下 在最後轉動那一刻 它一定要是零 一定要不動一下 OK 即是 不能不經過零 因為 motion是 continuous OK 就這樣了 搞定了 總之就是現在 由這張圖 你就可以看到 ABC IJK 以及Q 是向上走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 ABC IJK 以及Q 是向上走的 就是 ABC IJK Q 就是 剛才 at rest 四點 就是 DHIP DH LP DH LP 所以 我聽提示 我很久沒有寫過 不是鳥草的L 也建議千萬不要寫 不了草的L 不了草的L 通常都是萬惡根源 你寫了一個不了草的L 我問這個字 你做份卷 你做多兩分鐘之後 回頭看 這個L 大家I 還是一字 死定的 必死定的 所以 有理無理的 一定是寫了一條的L 所以我剛才一看 我都已經中了服 我已經覺得 大家I 其實是一個L 因為全部都在用的世界 那 moving downward 就有其他一些 EFG EFG MNO 這些很簡單 這些不用 EFG MNO 這些就 知道方法就可以了 知道方法你就不會做錯了 OK 完成 好 之後呢 啊 這裏要兩頁一起看 要不要 兩頁一起看 右邊這裏 他就說 突然間多一句 叫In Face 這個叫Anti Face In Face In Face 和In Anti Face 這是什麼 你現在發覺有些特別的 現在發覺有些特別的 我試一下刷兩顆子 我現在試一下刷 大家只看這個圖就可以了 只看左下這個圖 F和N 有個特別的 OK F和N 現在他們向上 還是向下 向下 向下 如果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模擬它的 Motion 我只是當這一點 是F和M 我試一下模擬一下 整個Wave 經過它 那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它會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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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你发现它们的动法是否一样 如果它们的动法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叫做in-phase 就是这样 当现在的waving whatever 但是我现在捉住两个子 然后我的waves 就在这里 两个一起上 一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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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in-phase 那么它就always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然后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f 和n 为什么我可以 隨便捉 捉到两点 它会in-phase 它有什么特别呢 f 和n 有什么 对 一个lambda 因为我们说过一个lambda就是一个空间上 如何重复waves 那么既然我这个点 是这样移动 那么我下一个lambda的点 都一定要这样移动 不能选择 因为它重复了 对不对 因为重复了 就是这样 所以它们always setify by 就是n lambda n是什么呢 integer 刚才你说的就是lambda 但是我们再准确一点的话 你会发觉 那我一个lambda 两个lambda 是一样的 三个lambda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叫做separated by n lambda n要是integer 通常我们的n都会代表integer 就是这样写得也是integer 就不是什么特别的新潮 OK 之后呢 搞定 然后刚才说了in-phase antiface就是这样 antiface就是这样 antiface就是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就是两个刚刚反转 你看到两个是反转的 是啊 这两个反转 我开始搜查 是啊 既然一个lambda 它就会是一样 那半个lambda 它就是反转 是啊 这个就是这样 they always move in opposite direction 所以发觉这些是 我不知道 我马上说完就算了 没有什么physics的含量 在里面 separated by 什么呢 这里就会 什么 这里就会是 N加优化2lambda 是啊 你可以欠半个lambda 你可以欠点5个lambda 你可以欠 2.3.5 没错 总之就是整数加二分一 那么多lambda 那么你看到 in-phase是一齐 any-phase是 是啊 那之后呢 做不做都不用做了 我给个答案你算了 是不是懂的 等于你找什么呢 你找些点 如果你找错 就不要找我 你找错 不要找我 因为呢 带多些颜色 那就是a和i 和q是一样 那之后 开始就颜色大对决了 那之后 b和j和 没有了 那之后 c c 和k 我没有画错 我测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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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测试了四个 你就会测试了 就是 你总之就是欠一个lambda 那些 欠一个lambda 全部都是in-phase 半个lambda 全部都是in-phase 半个lambda 是 看自己数 是 这里是一个lambda 这里就是半个lambda OK 我画一条线 大家看到红线两个是欠一个lambda 黑线两个各自欠一个lambda 但是红和黑线就是半个lambda 所以d和h 它们就会in-phase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上 知道是什么 如果旋律的距离是半个lambda OK 那我在其他地方画 免得太多 画得到 我怕我手插 我试试画 是 所以 上次说到 一个lambda 我们就会切开四分来看 每一个lambda 我们都切开四分来看 如果旋律的距离是半个lambda 即是代表 变成这样 哇 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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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勉强 OK 我只是举一个点 例如 本身 这个点 这个点 和这个点 黑线来说 是不是欠半个lambda 但是 红线来说 就欠一个lambda OK 如果黑线来说 这两点 黑线来说 是半个lambda OK 但是红线来说 你发觉 它这一点 和这一点 就会欠了一个lambda 这就是一个lambda 所以这些就是 我认为 case by case 小心点看 就不会错 你看到 黑线是差半个lambda 你看不到一个波形 你只看到半个波形 然后 红线就看到一个圆顶的波形 就是一个lambda 所以呢 这两点 黑线的lambda 经过去的时候 红线经过去的时候 就会in phase 对吧 完成了 这个完全没有特别 超简单 所以我不如说快点 又说快点 但是就是这样 后面 这个才是体育 st graph 和这个sd graph 讲完 是 之后呢 就是particle on the wave with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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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in speed changin speed 我不知道它的语言是否这样 我等一下先查一下 但是它应该想说它的wave 是会时败时慢 是的 会时败时慢 应该对的 事败时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向上 动向下动的作跌跌 那我就这么说就算了 为什么呢 就是when the particle at its highest position it is at rest ok 就是它最上点 1号 最上点1号 就是1号仔的时候 是要at rest 大家之前说了 就是when the particle returns to its equilibrium position it moves with its maximum speed 是的 你当它是什么呢 它在这里呢 就会停的 它在这里要停的 但是它呢 这两点就会最快的 ok 这里是停 停 这里就是快 快 ok 你所以可以去想像一下 我试一下做不做到 我先练习一下 啊 行啊 我当上了 Modvan 说出来是不是 म是这样 是这样 夸张一点 的话 應該是这样 又不是上下上下上下 即是,在中間就被畫成快了 即帳 needing of the wave along a string 由而不等於 waarndt and frequency of the wave 這個就彈結他就認識了 是的 我想一下 我沒有一個很好的道具 我只說你們只相信 那是吧 最先想像獎金 但是這也不夠長 真的很短 因為他太快你看不到他的播獄 沒有辦法 這個是不是更難看 我明白 我經常用結他 是的 結他就好了 結他線拉好了 我細細彈 OK 我當他是B音 我大大力彈 他會音會轉 不會的 你要按格數一樣就一樣 是的 看不到 聽不到 你聽不到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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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有這個 好 很好笑 它真的很很累 我細細你彈他 跟我大大力彈他 很高音 不要緊,你當它一樣 最重要是你大力彈它 你小力彈它 音樂是一樣的 要一樣的 你大彈它,你小彈它 應該跟它的速度 沒有影響 然後 frequency 也不影響 它要多少 frequency 震 即是結他也是 大力小力 都不會影響 frequency 但是 會受什麼影響 就是你會受 聽唇的影響,結他已經玩過了 你扭緊線就會高音流 因為音樂會比較快 然後 如果 那條線 越粗越重 它就會走慢 就低音了 所以你就發覺結他 對,Bass的線就會比較粗 OK 高音的線就會有些 很棒 之後 記得這個結果 就可以了 因為這條公式就不考了 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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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樓就行了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 就可以了 Wave Speed是不变的 OK 你只会令到它 Lambda 长了和短了 OK 在什么呢 在 V 等于 F Lambda 这个式 你发觉 你改变这个东西 OK 你改变这个东西 你会不会影响速度呢 是不会影响速度的 OK 你改变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是Constant 所以 这个上升 这个就要 Constant 所以你飞得很快 你只是当外交Wave Speed也是一秒一米 一秒一米 希望我能做到 一秒一米 OK 如果飞得很快 你只会变成一秒一米 一秒一米 不会变成快了 你也是一秒一米 是的 你飞得很快 一秒一米 是的 就是这样 你发觉 本身一秒一米 拨放到一个 Lambda 1 一秒一米 这里是Lambda 1 那如果呢 如果我飞得很快 你这里就装了五个Lambda 一秒一米 一秒一米 这里可能装了五个Lambda 如果飞得很慢 就是一秒一米 好 就这样 用另一米 不同材料 不同材料 我只可以画它有改变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不同材料是什么 有改变 搞定 那就可以说重点 终于到重点了 终于到重点了 好 最喜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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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两个图 其实是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它们不是分开两个图 另一个图 你是可以弄出另一个图 所以题目就可以给你一个图 叫你说另一个图 你说不出就死了 对 差不多 对 对 我以为你说得很好 就是什么呢 你有个AT图 你有个AT图 我给个AT图 是这样的 都可以的 我可以给个 initial condition 我当我给个AT图 是这样的 OK 再去练一下 挺好的 这里是 这是-7个月份 这里是-2-1 这是AV 这里是-3 这里是-3 这里是-6 好 然后呢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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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initial velocity 是等于-2 ms-1 然后呢 initial position 是0,簡單一點 0m 好,我想問問 VTGraph和SDGraph是怎樣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VTGraph 還有SDGraph,給你一點時間 這個你就學校教過了,試一下 對 對 對 大家在做的同事,要印定 就要抄下 但沒有任何名 先不要搞 好奇怪 你已經押得很快了 對 大家 嘶 不算好 然後呢 然後 不要搞太多 懂得畫這個 我忘了放A對0給你 放了一個 放了一個 A對0給你 extend了它一點點 對 最後這一節A對0 完了在這裡 好 我幫大家畫些Grid 一格一秒 嗯 一格一秒 挺好 一格一秒 反正都是 一格一秒 一格一秒 你會畫 你一格一秒 一格兩秒 一格三秒 一格四秒 你會畫的 對 是 很多 很多 都可以 對 應該其實那些快 我看看 你會放得那麼快 看得那麼快 看得那麼快 真好 看得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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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很貴 好像看上去沒有什麼 ST Graph 我要檢查了才知道 ST Graph 我要檢查了才知道 但 Vt Graph 看上去已經沒有什麼特別 Vt Graph 一定是對的 這個形狀一定是對的 你試試可以標還什麼 因為給你了數字 你就要畫數字 你要知道 V 去到哪裡 我不知道 我畫了才知道 之後 剛剛啊 Vilf的ST Graph 都對的 你試試畫畫 對了 OK 我聽到這些關鍵字 Area Area 差不多 差一點 過頭 就對了 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形狀OK 我想我這個形狀都會卡 應該OK 這個形狀OK 好 變成說這條 我想說那個 ST Graph 怎麼說這個 這個ST Graph 跟我們要說的 沒有關係的 沒有什麼關係 有些不開心 不過不要緊要 反正都要玩的 大家都要吃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看不到差不多 我ST Graph 是沒有答案的 我要玩下去才知道 這樣 不要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挖完它 我看不到 那些角度 就是 那些角度 肯定會有點QK 那些角度肯定會有點QK 那些角度 就已經知道 頭一秒的Splope是正3 下一秒的Splope是-3 再下一秒的Splope是-1 然後下一秒的Splope是-6 再下一秒的Splope是-0 那你就可以畫到 頭一秒的Splope是正3 然後你開始的點要在 我看看我做數字要去哪 我大概畫到Scale Bar 那一開始是-2 1 2 3 每一格就是2 那一開始是-2 這裡開始 然後Splope要是正3 所以你一秒之後 就要去到正1這個位 OK 然後你下一秒的Splope是-3 所以你下一秒就要回到-2 這個位置 每一格都不Q 不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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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比例 不要緊 大家看看 正3Splope -3 然後-1 的Splope OK -1的Splope 在下一秒 就去到這一點 應該是-3 OK 畫得很難 在這裡斜下去 有些不太滿意自己的手殘 對 手殘 畫得很難 把鞋子拿出來 斜斜地啊 斜斜地啊 這裏是-3 最後就是-6 正6 即是到了正3 最後就是-0 所以就得到一個斜上斜落 斜落但是很緩地斜落 好嗎 急上再打平 得到這張圖就行了 OK OK 大家都OK 好 然後SD Graph 起點就是0 然後這個圖是代表它的Splope 對不對 就是說 它 一開始的Splope 要是-2 然後去到這裡 它的Splope要是0 然後去到這裡 Splope要是-1 你唯一可以做到的 那個 你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 就是-2 然後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 越來越平 去到這裡 Splope要是0 然後Splope要是正1 少少 OK 所以這樣繞的 這樣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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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問一下 這個繞之後 去到這一點 Value是多少 這個繞是1 這個繞是1 你有沒有目標 對 點計出來 對 Area OK 就是Area 就是什麼Area 就是 我試試畫得更漂亮 就是這個Area 就是你問Area為何負數呢 就是因為負的Area加上正的Area 你會發現這個Area是大於Area 我怎麼知道 這一塊和這一塊Area 就是正1 加負3 除2 不是負2 是 U加V 超過2 是負2 是負2 和這個 sorry負2 sorry 就是負1.5 負2 是負2 不是負1 對不起 對 對 對 不要緊 對 是負0.5 是正1加負2 除2 大家一起負2 對 正1加2 除2 對 對 這裡就代表負0.5 對 正1加負2 取2 OK 就是這個Area 為何 因為這個 這個Area是1 這個Area是0.5 對 是 這個Area 這個Area是0.5 所以這裡就是負0.5 但是你做什麼 你就要負2的速度越來越緩和 零了 再變成正1的階段 OK 這樣就行了 後面的全部都這樣說 下一格就是 正1-2 就要回回0 OK 那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說 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就是正數 但是就越來越平和 去到這個點 階段是0 越來越平和 就是階段 OK OK 那然後呢 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對回 下去了 那麼這個階段 就越來越負 去到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就會變回負2 好了 那所以呢 這裡的Area 正1 台負2 對 所以這裡 哇 辛苦 負1 OK 這裡的Area 即是黃色 我叫我extend 下去 整個黃色Area OK 就是負1 對 對 這裡 啊 你正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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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住條 X axis 這個 現在黃色Area 就是負1 負1 之後又是繼續滑落 之後這裡是多少 之後這裡的SNOPE SNOPE 要再負多一點點 再負多一點點 但是就很緩和地負多一點點 已經很不負多了 有沒有再 嘩 搞成這樣 是的 SNOPE是負數 SNOPE是負2 之後就是負3 SNOPE是負2 SNOPE是由這一點開始 我叫這一點點做 alpha beta 和gamma 這三個點呢 SNOPE就會是0 負2 和負3 SNOPE就是0 之後就是負2 再負3 所以這裡是要再飛下去 那麼飛到哪裡呢 就是這個Area 再加下去 橙色 就是這個Area 就是這個Area 就要再變回正 在這裡碰到0了 在這裡的SNOPE要去到0 然後就是總共的 然後就是總共的 就是最後就是直線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Area 就逐個逐個計算 這條是難度 複雜 複雜到不會考的 但是你要學的東西 這條沒有歐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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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考到這麼麻煩而已 OK 因為我隨手畫了Area 不好意思 我一開始隨手 隨手畫了Area 但是要懂的東西 是沒有歐斯的 OK 這個圖裡面 要懂的東西是沒有歐斯的 只是不會這麼複雜的 但是就逐個逐個看 總之但是 on slope畫 on slope畫 是的 等等 喂 不小心變了這條 但是我們 說回認真那條 這條 你有空再問一下 發生什麼事 因為呢 最重要是什麼 你要算到這一點在哪裡 是 你要算什麼 你要算 你要算整棵有螢光筆的Area OK 你要算整棵有螢光筆的Area 線上和線下什麼時候一樣 那你就會等於零了 OK 你線上和線下 那時候 它的整體操作要是零的 那你要知道 沒有算到 但是你要算到這一點在哪裡 就是要畫 身體要畫圖的時候 就是這樣 好 放在這裡 是啊 我想說什麼 糟了 我忘了想說什麼 來看的 Distance Crimson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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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向 这只是方便大家理解 没有分什么距离 简单点是什么呢?两个字 拍照 就是Wave如何? 拍照,即是什么呢? 这个就叫定T的图 这个就是定T的图 即是什么呢? 你拍照就是你现在在4.25分24.2秒的那一刻 我拍照就是你把那一刻记录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定T的图 拍照就是什么? 一个Wave行过,你拍照就直接查 就是这么简单 那些很容易看的,下一个很麻烦 Distance Graph shows the shape 啊, が ensuite 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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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定T 就是定T 是,然后 就是这样 所以每個SD圖一定要製造時間 一定要製造時間,不製造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一定要製造時間,SD圖是一定要製造時間的,你不製造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我拍了一張照片,我不跟你說是2018年還是2019年還是2020年 沒有意思的,我想要知道你是什麼樣子 我拍了一張照片,我不製造的照片是你兩歲還是22歲 那是沒有意思的,我看見那個照片就是那個照片 你要告訴別人,那個照片是什麼時候拍的,就是一樣的 你要告訴別人,那個字是多少 然後Displacement Time Graph就搞笑了 這個就是沒有analog 為什麼沒有analog,就是我上面這個可以跟他說,拍照很簡單 下面這個是完全沒有analog的,我不可以有比喻的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這個不是影像,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定D圖 我現在整個Wave這麼多個點 我喜歡選D等於2的個點,我只是研究它 我只是研究它的時候,它會有時向上移動的 有時向下移動的 所以我剛才說,有時向上移動,有時向下移動 那你就知道這條橫軸就是T了 因為我想表達一個點,不同時間是怎樣 OK,就這樣 所以在這時候,有時向下移動,展現有個點 的某個點 在不同場型 在其他風格 在不同場型 就可以拿到不同場合 不同場合 但我现在喜欢看这粒子 我试一下wav 再开视频 我看到我的左手是左右没有动的 它只是上下动 上下动的distration就是0 正2 正4 正6 正4 正2 0 负2 负4 负6 但在不同时间就会有这个distration 所以就有一个st graph 所以st graph和之前我们所说的st graph完全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 好了 之后呢 对于这个图 只要highlight什么呢 你就是highlight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要highlight 你要highlight这样东西 即是st图是连续时间没有一个fixed的位置的波高度 那粒子的distration 对了 我们白话说就叫波有多高 波走到有多高 但是呢 准确一点应该是distration of dead particle 但是你刚才说的白话说是对的 那我说什么呢 最重要就是知道 你st图是可以提取到ampitude一定知道的 那它震到多高就是ampitude 但是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因为你拍照嘛 你拍了照 OK 你拍了照 你定了时间 你就知道空间多久重复 对不对 下一个反过来 上面是定时间 定时间 下面呢 就是定空间了 所以两个图是弄死了 所以两个图是弄死了 OK 定空间就是说什么呢 我现在定死这个point A OK 然后就看它时间 它怎么动 所以时间重复一次 那个term叫什么名 period 所以你这个st图就会找到period A一定找到的 所以你有这两个图 那你就玩完了 你有这个图就玩完了 好 再做一分钟 马上做一分钟 再做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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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明白是不要紧要的 下次再说 下面就说了 an sd graph of a wave an sd graph of particle on another wave on another wave 下距离了 哇 要下距离了 bought wave travel at 这个v 等于 0.2 ms-1 bind amplitude wavelength and period and frequency of the wave 不是啊 这条很简单 还没去复杂 复杂的那些就是给你一个 就要你找另一个 那是下次做的 那这次很简单 你看到Wave A amptile 应该是 0.6米 那然后Wave length 你就知道它是 这里了 多少 0.2 0.4米 0.4米 好了 好 好 sd图 看不看到period 和frequency 是 已经解释了 就是这两个 是没有可能在图上找到的 你只可以计它出来 因为题目有给V是0.2 那 那就 就说了一次 V等于F lambda V 对F lambda 那就会有V 等于F lambda 所以F就是0.5hz 那period 就是2s 现在的 2s 1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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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计自己 4s 2s 1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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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 1s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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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找到Amplitude是0.8 然後你找到WaveRain 你是找不到的 我不是看錯了 0.3 你不會找到WaveRain 你只可以找到Period 3.2 我沒有看到 我不管它 大家懂得看 你就不會找到Lambda 你只可以找到Period 就是0.2秒 所以你就知道Frequency是5Hz 你就可以用V-F 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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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Lambda是0.04 就是這樣 OK 好 下次再說一個圖子如何轉定 应该整个传统都很简单 Waping就是这么简单的 只要有电销玩 好,就是这样,加油,你只能够调到Momentum 好,有空再说 好,我们转台了,我们转做CAM 是,FORM5CAM 咦,你又有 FORM5CAM,还没读 是,FORM5现在说Wade和Equilibrium 我猜过FORM5 好,就是这样 好,我先抹底線,Hello Sella 是,下雨 现在没有雨 那下次见 好,就这样了 拜拜 好 那我就在 拜拜 之后呢,我就在Chatbox那里 传统给大家 非常简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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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大家应该在Chatbox那里 慢一点 就看到36,37 就是Rage of reaction Hello Hello 我先用一张视线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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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先用一张视线 即速 因为上次 1,2,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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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由得它先用 然后呢 因为Rage of reaction seriously 没什么说的 想着有这么快 随便说完 就Equilibrium 很多东西说的 Rage of reaction 你现在这里 你叫第十科 对,十一 十科 不是,第九科 应该是第九科 这个Rage of reaction 是不完整的 什么完整呢 就是你学了 Industrial Camp 的Rage of reaction 就完整的了 OK 那这个呢 就会是 我不知为什么 它会断开两边 然后呢 你现在在 我们叫compound 这一部分的Rage of reaction 是一个字背 是的 你只要背了某几样东西 你就条条都 不会不懂答的了 一样的 完全一样 真的很坏 就是这样 就算没有Rage of reaction 可能你和学校已经在学中了 或者学校已经在学完了 现在才开了 那他说 静静静静 是要记住什么呢 我应该任何等到Rage of reaction 我不等Rage of reaction 静静静静 是要记住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有个reaction A A 加B B 就是这个差不多 没所谓 我们有Rage of reaction 再会写一写 就变成C C 加D D 这样 随便一个reaction 你纯粹要知道 知道什么呢 就是说 一个rate OK 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rate 都一定等于 一个 一个 physical 一个physical quantity OK 一定是一个physical quantity 随以时间 一定的 OK 那再说得 准确一点 就不是个physical quantity 是个change of physical quantity 随以change of time 那你一定学过的 有没有例子学过 一个rate 有没有学过 任何一个rate 是关于一个physical quantity 除一个time 有没有学过 是的 喂 完美 我就是要这个例子太好了 就是什么呢 这个rate 我走得多快 OK 保特跑得多快 就是一个race 对不对 保特跑得多快 就是一个race 就是speed 好 速度是怎么计算的 是 速度和距离随时间 其实不是真的距离 是应该说 是 类似 类似 就不是说 例如 这是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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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找我们之间的distance 去除 不是的 我是 我是找保特 这一秒 和十秒之后的保特 我找他这个distance 去除 所以这个不是distance 这个就变成了 Change of distance OK 就是我本身距离是100米 然后他十秒之后 就跑了400米 OK 我当了 我当他十秒之后 跑了400米 所以他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 咦他移动了300米 他用多少秒 10秒而已 对不对 虽然不合理 但是不要紧 OK 那么 你就会有speed 就是change of distance 除了change of time 就是他用多少时间 走了多远 OK 就这样了 所以Change的race of reaction 就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Change就没有distance Change的话 你就可以称几样东西了 单Lux有的 我现在只是纯粹讲了它 未有Lux也不要緊 那就是 Change chemistry的race 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量哪三个 physical chronology 最常见 一定是Mars 第二 就是玻璃 第三 我用最最最最最最最多 就是concentration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reaction reaction 全部A加B 全部ABC 是什么来的 其实全部当这些 都是当一间 汉堡爆血汉工厂 可以了 OK 就是 我们说的race 就是说 它用多少时间 弄到多少恐怖包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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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有什么特别呢 但是我们通常 就是用concentration 所以你就会有一条 这样的公式 你就会有一条rate 是等于concentration 拿回一条 除回 delta time 我都用回delta 喂 好似这样 不是 可以快 Hello Hello 请请请 咦 够不够呢 2,2,4 好像不够 不够,好像刚刚很够 好像有六分 我认为六分 Zoom的同学可以看回 刚刚传给大家的 是的 可以看回电子板 这一课我会飞得很快 因为我想讲Equilibium 因为你就是考试 是的 这个重要一点 我想快速教得完Equilibium 因为这一课我真的和大家讲 有什么要背 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明白 是的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明白 是的 有少少东西要明白 但是不多 请请请 是吗 是六分呢 是六分呢 对 是六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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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样就行了 这样有回到市 其实我只是重复刚才的东西 但是抄回一个箱子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一课整课呢 超无聊 最重要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送一个字给大家 背 是的 OK 好了 to know what is rate of reaction 然后呢 有些什么要明白的呢 一些东西要明白的 跟你跑步是没有分别的 跟你速率对于距离时间是没有分别的 Calculate the average rate and initial rate 有图就叫大家计算的 好 只有一本 所以是完全是一本 就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看看 之后呢 and the technique follow measurement instrument 我不记得了它那个洞洞是什么 但是不用用 最主要就是背 the technique is to follow the progress of the reaction 主要就是背了 你用些什么去量度reaction rate就可以了 OK 等人组合了 只有五个方法 只有五个方法 是的 那之后就是这样 那之后就继续去 那你只会看到一款图 OK 也没说过图 这个是废话来的 所以有这么快 这个是废话呢 就是说 level 一些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我随便给你reaction 大家希望学完DSE Cam 你大概有个feel 大概有个feel 大概有个feel 知道它快还是慢 大概可以了 很随便的 例如 potexium 放入水 是不是很reactive 是的 那就会快 就是很无聊 然后sulfan nitrate 和sodium chloride 都很快 precipitation 都很快 这个呢 第一个我计定不了 但第二个 我们叫precipitation 通常都是快 precipitation precipitation 也是快 很少 也有的 算了 但是precipitation 通常都是快 即是combustion 一定是劲快 Combustion 一定要劲快 Combustion Combustion 就不用想了 一定是劲快 是的 第一个都可以当作Combustion 但是 又不是exactly 就是Combustion 第四个 就是Zing 去到Combustion 这个叫dysplacement reaction dysplacement reaction 中等 三 不快 不慢 Rusting 一定慢 你不会看到铁两秒之后生手 是不是 你现在重新买哄铁两秒香港之后生手 你都再用两年 rabbi the slowest at room temperature, 这些我说完就算了 Zinc和Sulfur混合, 你不点着它, 基本上都不会, 但先看看其他 B是Precipitation, 快, C是Acid Base, 都是快 然后Sulfur和Carbonate, 不用水, Precipitation, 都是快 所以一定是第一个就是慢的, 这些是感觉来的 你喜欢背着它都可以, 但是感觉来的, DSC不会这样问 可能会的, 但是低机率, 感觉来的, 感觉来的, 感觉来的 at room temperature, withdrawing reaction is the fastest, 就是感觉 Room temperature的氢气是烧不着的, 你不点着它, 它是不会烧着的 那你会问, 你在Room temperature, 你烧氢气也烧得很快 不是, 你Room temperature是到处, 但是你正在烧的氢气就很热 所以这个先保留, 应该慢的, 应该慢的, OK 除非点着它, 接下来有第二个, B就是Precipitation OK, 就是PB二症加Ialdi, 那就是Led2Ialdi, 就是Precipitation 就一定快了, OK 这个就在下面, 铁同样, Rusting, 慢, 一个慢字, OK 这个慢字, OK, 这个慢字 Copper和Silver Plus, 这个Dysplation reaction Dysplation reaction就可以了, 又不是很快又不是很慢 所以最后就是, B 会最快, OK A 就慢到不反应, OK B, Precipitation OK快, 就是这样, 备好了, 完成 好了,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Rate, 大家这里就可以抄了 Rate 等于 帮以変形容の相ule, 刚刚说的就是这样 想到什么呢, 想到速度不去随间就足夠了 你只是把距離變成Mask,變成Constitution,變成其他廳會用的東西 基本上有一個reaction,一個A,加兩個B,變成C,一塊火腿,加兩塊麵包,就會變成一個三文字 一開始我給你20塊火腿,然後有25塊麵包,一開始沒有三文字 有些勞工可以幫你夾三文字,不用機了,用勞工,用人力 最後你會得到什麼呢?是單數,雙數,26塊麵包 最後你會得到十三個三文字,用完麵包,還有剩下七塊火腿 這個表OK 這個Equilibrium裡面的超好用,這個表一向都很好用 其實這個表通常我們就叫做ICE表來的 OK,ICE表,或者看看怎樣叫,沒所謂的 或者你會叫做initial,change和final 我喜歡這樣的,我喜歡I三個型F 就是initial是起多,改變了多少,最後是多少 在Equilibrium上我們會叫做initial,change和equilibrium 完全一樣,所以這裏就是-13,負26和正13 中間一項一定寫正符號,方便自己 你可以不寫正13,我就是不寫正號,我就是要寫13 都無所謂的,但我會習慣在change那一項一定要標正符號 你就可以標到,我會在這個過程用了十三塊火腿 二十六塊麵包來做十三個三文字 原本沒有三文字,所以最後會有十三三文字 原本有二十六塊麵包,你會用完一塊麵包 所以你會沒有麵包剩下 原本有二十塊火腿,你用了十三塊火腿 你會剩下七塊火腿 這個表,understand this chart 其實就是你中四學的模式 你模式學得好和學得不好就是這麼簡單 你會發覺同學,如果我想問一下 四十克的magneseum和二十六克的oxygen gas 會出多少克的magneseum oxide 同學不會做這條問題,我給四十克的magneseum 二十克的oxygen,會出多少克的magneseum oxide 同學不會做這條呢,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他不可以將這一條變成為火腿和麵包 我問這個問題,和我問這個問題是完全一樣的 我問四十克magneseum,二十六克oxygen 做到多少magneseum oxide 我問這個問題,還有我問二十塊火腿 二十六塊麵包,做到多少三文字呢?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但是大家應該 現在中五cam應該都關掉了,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這個表,你很少看到中四的時候 沒有寫這條東西,是不是? 中四中大劇就可以寫這條東西 這也是幫你理解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就是一開始多少,用了多少,剩下多少 基本上,這就是二主要方式 測試的反應,就是測試的反應 測試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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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測試的反應 測試的反應 測試的反應 這其實就不只是兩個外 但是後面看到的,後面一看就看到的 但是這個很好 測試的反應 測試的反應 我寫回我們一向用的最多一個 重量的反應 測試的反應 用了多少時間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看 你可以有很多角度去看 例如一個reaction是什麼呢? 例如一個reaction是 HCl加Na2CO3變成 N2NaCl加CO2加H2O 這個reaction呢 你可以去什麼呢? 就是去看一下 咦? 你的CO2離開了 你可以 我十分鐘 兩分鐘就算 我兩分鐘離開了多少 可以問 2分鐘 走了 幾 多 CO2 我就知道它會發力慢 是吧? 下集就很簡單 即是我問 寶特 兩分鐘跑多遠 跟我兩分鐘跑多遠 就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gm數 每兩分鐘走100g 每兩分鐘走2g 每兩分鐘走2g 下一個你就可以問 你就可以問 你這個HCl濃度越來越低 對 那你就可以知道 兩分鐘 濃度下跌了多少 OK 你可以知道兩分鐘濃度下跌了多少 這個我們就會用得最多 打個星星給他 這個就是mode per second 用得最多 你發覺單位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gm 這個時間 不是gm 對 你對 說一下 說到斷了 嘩 我內功深厚 我百斷了 不行 不行 我們有替代 對 你對 對 是mode per dm 差點已經寫漏了 是 就是 concentration 除時間 gm 除時間 就是這樣 你對回單位就對了 所以就有mode per dm 和gm per second 然後你就可以說 CO2 是在噴出來的 對吧 你的CO2在噴出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有多少CO2 可以噴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有第三個了 OK 就是這樣 所以 volume per time 就是 我們用得多些 就是dm cube per time 但是 你說回SR unit 就應該是m cube per time 你日常生活中 最多 就應該是cm cube per time 適合尊便 到時大家寫色轉 好 問題 一個m cube 有多少個cm cube 大家想想想想這個問題 或者想想這個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想想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 是 對 對 就是 6.0 所以就是1x10的 我写100万 一个M3就是100万个CM3 同时等于1000个DM3 那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单位都是代数 因为我知道1m是等于100cm 这个没有争议 这个不知道的话就Google 我现在不是想想M3 我要想M3 所以我就要把这边三次方 我都将这边三次方 那就做完了 所以一个M3 就等于100的3次方CM3 分下去 1的3次都是1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M3 就等于100万个CM3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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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课 真的就是这样 很开心 我可能金糖可以引到Eq 好 之后就是个例子 这些都是废话的 H2O2加2I-2H2 就变成I2比H2O 重点是什么呢? 反而我关心就是 这个reaction 是acid-based还是redox 好 redox的举手 这个reaction redox的举手 有没有 给大家5秒 这个reaction 对 我想问是redox 还是acid-based 让大家想一想 好 当大家想完 好 redox的举手 对了 redox acid-based 不是acid-based 你看到h plus 就不一定代表它是acid-based OK 然后呢 如果它有eatronic 它有人收电子 有人给电子 那就是redox OK 最简单 一看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你要训练 你就是考的 夏天就考 你就开始 就不只是学一课一课 你开始全部整合出来 因为题目不会说 好 我现在第十二条 这个题目 我都没有听 但这条题目 是考你redox reaction 它不会这样做的 它就被一堆东西 然后要问它的东西 所以你一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要自己立刻 很问它 做什么呢 你一看到 是因为振住 在脑里山上 拄掉它 它就会证一 拂一 拂一 凌 零 靠一 抒二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Anton OK 负一变 这样就是变了 我别引起他 这里R大就负1变0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reaction的oxidizing agent 我给大家有四个choice A是O B是I- C是H+. D是H2O2 好,大家想一想这个reaction的oxidizing agent是什么 我给大家十秒钟想一想 有四个choice 这个reaction的oxidizing agent是O I- H+, 还是H2O2 好,大家 在家庭的家庭观众 自己想想一下 下次没有下雨再见 但是就 好,就当想完了 好,A的举手 有没有 B是他手 C是他手 D是他手 答案是D oxidizing agent 是要对着 substance OK 这是我想说的东西 不关系 不关系 反而这些更重要 这些才是CAM oxidizing agent 和reducing agent agent 这个字是很specific 这样说的是substance OK 你跟我觉得很合适 是什么呢 他成为oxidizing agent 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substance 里面 有一种element oxidation number 跌了 OK 完整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O H2O2 oxidation number 跌了 但是呢 真真正正的oxidizing agent 一定是substance 本身 整个 OK 有什么情况之下 例外 或者分不到呢 就是 HCl 加 Zinc OK 变成 Zinc chlorine 加H2 这里的话 可圈可点 为什么呢 这里是正1 这里是0 我们知道oxidation number 跌了 我就问你 那oxidizing agent 是什么呢 然后五同学就说 那就是H plus 里桑可能就说 HCl 才是oxidizing agent 那两个都对的 OK 两个都对的 为什么刚才那个 拆不开呢 为什么刚才那个 不可以拆开呢 因为这个 H plus 自己在解决上 是一个substance 对不对 然后HCl 你可以当这个东西 整体是一个substance 都没问题的 但是呢 H2O2 里面 就不可以当里面 那一粒oxidation 是substance 你一说 O in H2O2 那个oxidation number 转了 但是又不可以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oxidation number 一定是对着 element in substance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concept 很重要 就是说你数 那个oxidation number 你是在数 那个oxidation number of element in a certain substance substance OK 但是在说 reducation 你是在说 那个substance 本身的 OK 然后呢 这个case 你是不可以 将O 当为独立的substance 成体 所以你一定要说 H2O2 是oxidation 然后呢 这一个就说 Petrius说 不可以拆开 H plus 不是oxidation 那又不是 因为H plus 真的可以独立分开 因为它在solution 里面存在 但是你可以说 H plus 是oxidation 你也可以说 HCl 是oxidation OK 那这个全部概念就是这样 这个敏锐一点 就是平时 这里一看到的 这个就是 RA 这个就是OA 然后VDOS 一个 那些 好 那说回正经事 关于这些课事的是什么呢 The concentration of H2 Aq increase from 0 0.006mol per dm cube in 10 second What is the rate of reaction express in terms of the rate of change 什么呢 现在 10秒钟 删了 我当是6粒 我叫6粒 10秒钟删了6粒的I2 OK 那所以 In terms of I2 concentration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rate OK 就是等于回 0.006ей 0.006 ste 횟的 0.0006p ob lui Andチャre 然后呢 10秒钟删了6粒I2 就是 你10秒钟 用了6粒 Ax202 所以 是raise 我滑箭嘴在這裏 因為我剛才說一些東西是很奇怪的 這裏都是0.006 除以10 就等於0.0006個 mode per dm script per second i2 關一個三文字 你要用兩個麵包 你關了六個i2 你就要用12粒的i-減 所以對於R大的Rage 就會是0.006 除以10 等於0.0012個 mode per dm script per second OK嗎? 兩個東西要說 你發覺死了 OK 又是有獎勁警察 不,沒有獎勁警察 那Rage of Reaction 這一部分就是Cylus的邊緣 但是要知道 Rage of Reaction 好,我想問一下這個 這個 我加回正符號 你關了六粒就叫正 你用了六粒就叫負 你用了十二粒就叫負 對不對?負 好,我想問一下Rage of Reaction 那是哪一個才對呢? 你現在看到 你這個又叫Rage of Reaction 你這個又叫Rage of Reaction 你這個也叫Rage of Reaction 因為第一個是Rage of Reaction of I2 第二個呢 就是Rage of Reaction of H202 第三個呢就是Rage of Reaction of I- 我想問一下這個Rage of Reaction 這個Rage of Reaction的Rage of Reaction是多少? A,B,C 答案就是隱藏的這三個 這個就是憑感覺 沒有什麼想的 因為大家還沒學到 A的舉手 B的舉手 C的舉手 答案是A來的 嘩,好像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我們如何正確這件事呢? 為什麼不是你說這個也可以嗎? 就是做出來的 Rage of Reaction 和1mol 差不多 你想到羅卓菲就很好 1mol 就是正常你一說Rage of Reaction 我已經想問一下 那這個Rage of Reaction 這個是0.001 2mol per dm cube per second 這個還是這個? 但是也是這個 這個 很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C的C的C的C 我試試用這個例子 H2O2 加2i- 加2h plus 變成 i2 加2h2o 這個 這個reaction 好了 我現在 現在 我現在用一顆 算了 我用一秒數 用一顆 就算了 就是剛才的 0.006 0.006mol per dm cube 討論沒有分別的 單位不同了 我現在 一開始就沒有了 但是 然後 我過了10秒 好 我就關掉 6顆 i2 那是什麼呢 我就是關掉 12顆 H2O 然後 我用了 12顆 H plus 我用了 12顆 R大 我再用了 6顆 H2O2 你會發覺有-6-12 正6-12 那誰才對 OK 好 現在你得到的訊息就是 10秒鐘 弄了6顆i2 OK 那你現在已經可以有了 就是什麼呢 我寫長字 rate of reaction RXN就是reaction 我難寫 rate of reaction of i2 就等於 正0.6 1顆 per second 對嗎 rate of reaction of h2 0 就是 正1.2 粒 per second 然後我再寫一個就算了 那我R大 rate of reaction of r大 就是 等於 負1.2 粒 per second 對嗎 這裡全部都合理 對嗎 現在我問 rate of reaction 我不是 rate of reaction of anyone of these 我想問一下 rate of reaction 幾次 六次 我十秒鐘做了六次 我就會說 真真正正的 rate of reaction 就是我十秒鐘做六次 我每秒鐘做0.6次 對嗎 對嗎 所以就發覺 咦 那跟哪個數字一樣 就是這樣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因為 你不需要考慮這件事 很搞笑的 你是不需要考慮這件事 我沒有看過一條是要考慮這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總之這個題目 給你什麼數字 你刷完就對了 不用你正負 不用你理會 非常搞笑的 就是如果他問 rate of reaction OK 他純粹問 他不是rate of production 如果他問 rate of production 和rate of consumption 你是要自己計 我現在黃色圈了 就是rate of consumption 和rate of production 但rate of reaction 這個題目 是極度含糊 完全不理會 為什麼呢 因為 真真正正 真真正正 對於這個reaction 可以寫一件這樣的東西 我對於這個reaction 可以寫一件這樣的東西 一看就明白了 但是有什麼呢 rate of reaction OK 應該等於什麼呢 應該等於什麼呢 應該等於回 change of 對 我寫 number of i2 OK 除 time 除 time 除 time OK 等於回 1 over 2 change of number of h2o 除 time 是否合理 合理 因為1點2 除2 合理 因為我做這個過程一次 我生兩顆出來 我知道你生了幾顆 我除2 就知道有幾快 然後也等於回 我寫了一個就算了 也等於回 負1 over 2 change of number of i2o 除去 除去清楚 time 合理 合理 我每秒鐘 弱 這麼弱 不要緊 在這個螢幕就OK 很奇怪 隨便 我每秒鐘用兩顆r大 我扶了它 除去 我便知道 reaction 走了幾次 一秒鐘用 所以 但是 整條色 我當它是偶事 我從任何 syllabus 都沒有看過 也沒有考過 但是這件事才合理的 所以 如果大家對於 rate 這裡有困惑的話 這條色可以幫助 但是 考試角度來 看到什麼數字 就讀什麼數字 搞定 好 所以 這裡就解決了 一個 半歐斯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捱 這條色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照數的 搞定 數完了 那麼 你題目會看到什麼 嘩 現在還有20分鐘 剛剛說完 你會考到什麼 就完成 好 什麼reaction都沒有數 算了 以HCl加CACO3 變成CACL2 加CO2 加H2 看看我的手 滑不滑 很害怕 嘩 很勉強 都可以的 嘩 很緊張 這條線 歪了 又不知怎樣 但是這條線 就差不多了 OK了 應該連領一點 你當四個點 我現在就做了 我當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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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穿過的點 就穿不過了 差一點就算了 我知道了 那就穿一個 穿一個 穿一個 回到更新的點 OK 穿一個 那之後 這裡發生什麼事 很直接 題目只要問你兩件事 我用 黑色筆去表示一個叫做 平均 rate rate 平均 rate t 等於 1 2 7 minute OK 總之你看到一個Quantity Time圖 你一看到Quantity Time圖,你直接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Slope等於Rate 好了,Slope等於Rate Quantity Time圖,一定要是Quantity Time圖 左邊我講到含糊,因為它可以是Volume,可以是Mass,可以是Concentration,可以是Number Mode 所以我就叫Quantity Time圖,問題就是死了 大家有沒有人讀M1,M2? 可以了嗎?沒有了,沒關係 一條斜線,你已經知道我想說什麼 你有沒有讀M1,M2也知道我想說什麼 那我直接說就行了 我跟每一個M1,M2的人說 一條一條線,然後慢慢拉回人家 這件事是很難問的 真的嗎?我不知道,因為這些很搞笑 高中數學沒有微積分,很搞笑 但是你想想,這條線這麼漂亮 這個真的要穿過了 這條線都穿過了 坦白說,這些已經是400年前的數學 牛頓16多年的時候已經 以及內部尼茲已經做了這些數學出來 為何二零幾幾年的數學科目沒有呢? 我覺得很奇怪,不過不要緊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一條直線是有slope的 slope等於Y1-Y2-X1-X2 這兩個人一定會認識的 即是不需要M12的,數學而已 一條直線是可以有slope的 一條曲線是沒有slope的 一條曲線是沒有slope的 所以我如何勉強去找slope出來呢? 就是說什麼呢? 平均率一定會給你兩個時間 T1-7分鐘的平均率 你就找到1分鐘的時候是這麼多 7分鐘的時候是這麼多 這條曲線是沒有邪率的 但是呢? 二千多年前 Euclid歐基利德跟他說 兩點就可以成一條線了 所以 黑色那條線就代表平均有幾斜了 這一段曲線 這一段曲線 我就可以用這條黑色線代表平均有幾斜了 那我都很合理 對吧? 雖然你說差很遠啊,師傅 對,只是平均來而已 OK,平均來而已 即是一班有人10cm高 有人200cm高 同一班裡面 10cm會比較大 不要緊 同一班同一同學 有人20cm高 有人200cm高 這樣平均是120cm高 你說跟200cm相差很遠 也不算是平均來的 平均就不理 對吧? 那你發覺 這裡很偏斜 這裡很偏平 那麼這點黑色線 跌在這條線呢 那你找到它的邪率 就是平均的 平均的平均的平均 所以這個階段就是等於3.4g 減回1.3g 用了7-1分鐘 就等於2.1除6 還有3.5g 3.5g hertz 3.5g per小時 3.5g 1除6 0.3g 巴克 prayers 是 niż 0.35g是哪裏? 然後就說什麼呢? 就可以了,每個弦就是題目會問你的東西 然後你發覺一條曲線沒有階段 題目會自動對兩點給你的 那就是每個弦就是兩點的階段 剛才李桑說了,一條曲線是沒有邪律的 但一條曲線是沒有邪律的 但一條Tangent是有邪律的 那你會發覺現在這筆弦斜 我現在盡量這條曲線 我盡量點了Tangent出來 一開始的Tangent是這樣的 我最喜歡看這一點 這一點的Tangent就是這樣的 那你就會發覺這一點我不知道有多斜 但這一點附近有多斜 我就可以用這條Tangent去表示 這其實就是400年前的 萊布利茲和猶敦的微跡分 一條曲線沒有邪律而已 但是這一點的左右兩邊 那一條線總有邪律吧 我弄得夠的時候 這條線就變成Tangent 那這就是微跡分 那你努力點解釋給同學聽吧 總之類似是這樣 所以這條Tangent 我們學完微跡分之後 經常說一件不對的事 但我經常這樣說大家聽明白的 這一點有多斜 這一點沒有多斜 我們說這一點有多斜 是說這一點的Tangent有多斜 就是這樣 所以就發覺我可以找到 平均的有多斜 但我現在可以找到什麼呢 這一點有多斜 即是說這一點的Tangent有多斜 我們就會多了一個 那麼紅色這條線呢 這個Tangent 那麼紅色這條線呢 就會是什麼呢 我們就會叫做 slope就會等於什麼 instantaneous rate add t等於2分鐘 你做instantaneous就是那一刻 你就可以說 你想知道它那一刻有多快 你就要找它那個點有多斜 你找不到啊 那你就退而求其次 你就找那個點的Tangent有多斜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instantaneous rate 那麼這裡 我 處理一下它 都可以的 那麼這裡的instantaneous rate 你有條直線 你就找2點了 我求其找2點了 1分鐘4分鐘 然後是 都是3.4 減1.6 除回4減1 那就等於回1.8 除3 0.6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簡單 那麼已經解決了你題目 會問你的3件事的其中2個了 OK 其中2個就是 第一個是 average rate 第二個就是問你 instantaneous rate 第三件事就叫做 initial rate 就是用藍色的 我寫在下面 最後一件事 題目問你 叫做 initial rate 你已經認識了 Initial rate 其實就是 instantaneous rate 就是 就是 等於 instantaneous rate 就是 t 等於 0 搞定 minute mini 行 有些題目 有些題目 喜歡用mini 有些題目 做完 所以就是 什麼呢 我 一開始 這個點 也有一個tanjent 你知道這個才是最難解釋 因為我說不到2點 哦 是啊 所以你第一點在0.0 第二點要在0.1 不可以兩點貼在一起,就可以一點拍 可以說得很好 所以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就是 instantaneous ray 我不計算了 放心吧,dsc是不會叫你畫tangion的 因為你是畫不到tangion的 沒有人類可以畫到一條美的tangion 它一定會給你的 所以題目是很答案道向的 你的圖很好的 你在dsc看到的圖 一定是這樣的 人家問你initial way 你就找這條線的Strope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哇,很開心 超開心 這次真是圓 搞定 最主要就是你發覺這條線 越來越慢 最後會停 就是這樣 搞定 大家主要懂得計三個slope就可以了 其實都是計slope 那就是 平常 rate instantaneous rate 和 initial rate initial rate 只是一個 instantaneous rate 的特別例子 好 The rate of reaction is highest 這個t對於0 是正常的 正常都是正常的 有些不是的 但你不會考的 一定不會考的 一定是越來越慢 As the reaction procedure the rate of reaction decreate with time true As the reaction procedure the concentration of reaction decreate with time true The instantaneous rate of reaction t對於0 是 這裡不用了 這裡教你計算 下面不用了 好耶 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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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word whatever 那些 就不需要 我都看不到 有些什麼需要 搞些什麼 好 之後呢 那 揭多一個板 後面的castword 不斷叫你計slope 不如就算了 是 之後呢 這裡我再提醒大家要背什麼 是 是 提醒大家要背什麼 還有大家要背著 要背著公仔 OK 要背著桃圓畫的 是 好了 就這樣 現在就是一樣 Kalcium carbonate 加這個hydrochloric acid 然後呢 有gas出 是 有 有 有 gas出 OK 就是 方法1 2 3 OK 有gas出 就是方法1 2 3 就是 什麼呢 就是 要不就秤它 要不就量 gas volume 要不就量 gas volume 要不就量 gas pressure 有gas出 有gas出 就是這三個case OK 所以你就會發覺 如果 Mask 時間 那 Mask 就會跌了 OK 你本身的兜型很重的嘛,你的CO2 飞走了,就輕了,清掉它 這個叫方法一,有Gas-Shot才行的,沒有Gas-Shot 即是你加入Goran Acid 加NaOH,兩兜充滿去之後,放到榜上,沒有影響 因為沒有Gas-Shot 好,然後就是第二個,就測試 the change of volume of moby gas 這個記得是什麼呢?一定要和自己建造什麼呢?就是Constant P and Heat Pressure不同了,Volume就會變, Temperature不同了,Volume就會變 所以一開始,這個就是Volume,這個就是Time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不讓它 freely expand 那你就是塞住它,就會變成Constant T 和Constant Volume,你塞住它,不讓它漲 那就 change in Pressure 那這裡就是,這個就是 Pressure Pressure Meter 就是等著電線 就是又是慣例的了,國際間是慣例的 就是一定這樣寫的,你等著 Pressure Meter 再等著Data Logger,就是 Pressure就會升了 有Gash Short就是方法1,2,3 要背負圖,多少公仔,題目一定會問你的 就是你校內考試一定會叫你畫公仔,你肯定要畫一個 對,因為不用貼題的,你考來考試是不用貼題的 因為它是教了幾步一定會出的,就是這樣 記得要這個背字 之後還有兩個方法 兩個本,三個,四個,這裡很壞 看看,很多 那就照射吧 啊,對了 第四個,你分成4A,B,C 第四個,你分成4A,4B,4C 按情況需要用,這個就需要是否 這個就是用基礎 這個去做ures color intensity 到那裏去做了 就是我們先把這個測試 這個就是第四個,這個就是..... 是的,這個叫第四個,這個避度 這個呢,記得,一定要記得 是什麼呢,就是 Change in Color Intensity 但是呢 不可以答 Color Intensity 一定要答 Absorbance 吸光度 一定要答 Absorbance 考過 一定是用Colorimeter Absorbance Calorimeter 這部機器 這是量度的東西 下面這個Balance 更是Balance 那就快了 正7 變正2 5粒電子 就是正3 是正3 變正4 這是1粒電子 5個 5個 1個 然後 有2粒CO2 對 正常不用這個方法 千萬不要用這個方法 就是不要用這個方法去Balance 我寫完就算了 下次再說 正常一定是用4個H2O 加8個H Plus 加5粒電子 寫完第一條色 就是C2O4 2負 就會變成2CO2 然後 不用了 加2個電子 很簡單 上面乘2 下面乘5 就完成了 2 16 5 2 18 18 記住是用Half Equation 去做 千萬不要像我剛才這樣盲蹤蹤 我想要貪化 不過貪化不成都會錯 之後就會收工 就是這樣 下次再說 純粹有顏色 就當顏色 下次再說完 就直接可以開 Colibium 跟大家做了少數 大家就要考 Balance Exam 不用擔心 Balance Exam 進力考 進力考 最好 你最在乎一定是DSE 就是這樣 但如果考得好 就最好 考得好 自己的信心也更重要 我記得當時我考 我考Pull Mac 之後 我去到 我去到 我四月考 那時候四月考這個 然後 三月尾考這個 我到一月尾那個考目 我Pull Mac好像只有30% 我以為自己懂 我一條都不懂 我一條都不懂 就是會很打擊 但是最後 你最好 你最好 就是最後的考試 是怎樣 就是要重要的事情 那下一次 再說到Colibium 做完數 就可以考試 準備迎接你的中錄 好 就是這樣 辛苦了 我要轉台 變成中四 TEM 我們最近說的Redox 好 就是這樣 辛苦了 下個星期見 希望不要下這麼大 現在沒有下了 好像有一點 大家自己收拾一下 好 就這樣 拜拜 我去十六間 加油 加油 Hello Evn和Pammy 我去十六間 這局 你最好 我去推渡 一下 我去哪裏 今天 我先去哪裏 還是 我去哪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像 今天知不知道会得来吧? 我不回来,我就开始了 我先發了Dinocs給大家 有人嚇死我了 HELLO 沒事有課 人們知道我下雨還是不見了 我先發了Dinocs給大家 中四攝影機 難道我這裏沒有進入嗎 Dinocs 有沒有Basic Chem 有 有 I about chemistry 是這份 這裏叫中五 不要緊的 他們已經是中五 第一份 還有Nocs 就是這份 養花還原 好 剛剛在checkbox那裏發了 那我就印了一大堆 在這邊 即是大家來到的時候再派 我忘了要停了